对面一台休旅车一面冲了过来 车上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这样一面撞上 猛力撞让车上驾驶和乘客痛得不断哀嚎 仔细看当时对象休旅车轮胎打滑 整个失控 车头就这样偏向左边直直撞了过来 还伴随尖锐的刹车声 后方也扬起了阵阵白烟 再往前方看去 路中央有一个黑色塑胶带 休旅车就是为了闪避它 才会失控发生车祸 没想到一个黑色塑胶带 居然让驾驶误认为是小狗 失控撞车 好歹双方都只有轻伤 没有大碍 其实类似的惊险场面 也常在马路上上演 有人说车子会失控 就是少了ESP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因为现在安全意识在提升 不管我们的进口车 然后或者是破产车 它都已经几乎是列为标准颠备 举例来说在湿滑地面过弯 或想闪避障碍物 容易发生转向过渡或不足情况 有ESP车辆系统一侦测到转向不足 就会发出指令 使车辆可以补偿力举顺利过弯 反之没有的较容易失控偏移 许多车主花大钱 就是希望多添一份保障 毕竟像这样的失控场面 谁也不想遇见 记者廖威林花莲报道 这里是